武术起源于古代战争 可以想见在古代战场上 比我双方近身肉搏 这样的功夫是防身保命的需要 既然是抗击挡 就要让全身上下每个部位都没有漏洞 除了练习躯干四肢的抗击挡能力 也要把功夫练到人身体上的薄弱环节 王永乐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对手 想让自己的排打功更进一步 这只木箱可以放15块砖 重40公斤 王永乐一再告诉我们 不要因为所谓铁当弓太显眼 就忘了他只是四面八方通背拳中的一部分 木箱瞬间产生的力量到底有多少 我们没有测算 但是这一幕已经足够让我们木蹬口袋了 王永乐的确没有带任何护具 这一幕发生之后 他又的确安然 下来的 我们不再带任何方式 我们再带任何方式 感谢观看